六月十五日是警察節 剛好五日節就要來囉 主席基金會操縱冷落處 為其翁年的慣例 準備組長、領國和港門的卡片 整個操縱分局以及附近的派出所 和小鳳分隊一起來分散 為了敬小林王辛苦的付出 中間你們兩個在中間 放在郵吉岡親手把的組長 結果鄉親到平安的追悼 主席基金會操縱冷落處 將操縱分局來表達到某某的關懷 維持到公園的管理 為了警察節 和尚共五日節也要加碼 就出來威勞到警察監管 感謝英語社會提案的付出 我們希望我們的警察同仁 我們的人民保母能夠平安 而且能夠非常的身心愉快 我們帶來了蘋果 祝福我們的人民保母平平安安 我們還帶來了平安眾 提早跟我們的同仁一起過家節 我們要感恩我們的人民保母 一直以來為社會的付出 都說到超多分局 幾天也分作到這麼多條路線 只能到設立派出所 又還有卸校紅分隊 在經商調令國又還有所長 對主席之間的關懷 讓警察監管來感受的溫暖 特別到我們分局來圍繞我們 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在這個重要的節日裡面 雖然說沒有同仁 還是堅持崗位繼續的工作 那有大家支持 我們會在這個治安交通服務的方面 持續的用心的做好每一項工作 賺到五次在進行 這天主動來送到愛心 跟民主經營政府的辛苦 並且送上去就很好 希望他們這間勤募的時 都能夠平安順利 也希望參加到人和人之間的關懷活動 敬民合作和社會更好開義 這次你們先 差不多